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这个书房它以前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它也是新建的小木屋和以前房子的连接处的一个缝隙 这个缝隙的话可能是有五六个平方吧 我觉得不利用它的话比较浪费 我特别喜欢利用这些很狭小的一些空间 这个以后是要封玻璃窗户的 然后这个下面就是放两台电脑的地方 这边 我的左手边这边的位置的是要做一个书架 这书架的高度就跟窗户平的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花草 下面放一些书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 明天见